近期,中越两国的海上力量在南海万安滩水域再次产生了紧张的近距离对峙情况。 中国海警5403船在执行任务对万安滩海域的越南非法钻井平台进行拍照取证时,意外地遭遇了越南余政269船的阻挠和骚扰。 S,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显示,中国海警5403船靠近万安滩水域,对越南的三座非法钻井平台DK-12、DK-14和DK-11进行拍照取证。 越南余政269船紧随其后,接近了5403船。 由这两艘船后续的航行轨迹来看,他们在这片海域中展开了一场持续的航行对抗,仿佛在玩一个反复的骚扰与反骚扰的游戏,从6号早晨一直持续至近日。 根据越南钻井平台的直升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中国海警5403船正处于高速航行状态,船尾激起的巨大水花清晰可见。 这幅场景昭示了双方的对峙情况正处在紧张之中。 这场海上的激战,在双方的航行和对抗中被鲜活地体现出来。 据媒体报道,中国海警船45104号已抵达万安滩水域,与前一天抵达的海警船5403号会合。 目前,这两艘船只都在该水域密切关注着周围的情况,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在9日上午,越南渔政船KN472也赶到了现场,增援了与中国海警船对抗的KN414号船。 目前,这两国的船只在海面上的最近距离仅为100米。 9日凌晨,中国派出了两艘海警船、七艘渔船,以及万吨级科考船向杨红10号赶到现场。 在整个过程中,越南渔政船KN414号船始终紧随中国船队,并试图穿插到中国船队中。 面对越南渔政船的这种企图,中国海警4303号船坚决地进行了围追堵截。 从现场图片2到4可以看出,中国海警4303号船一直紧跟着越南渔政KN414号船,两船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米,航行速度在2到4节之间。 接下来,越南已经派遣另一艘渔政船KN472,急速驶向事件现场进行支援。 但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整个船队的西北方,一艘中国海警5305号舰政警戒待命。 很显然,尽管越南再次派遣渔政船过来,中国海警的实力足以轻松应对。 毕竟,无论从船只的吨位还是动力性能上考虑,中国海警船的优势都比越南渔政船要大得多。 在11日的下午,中越两国海警船在万安滩以北海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峙,情况非常紧张。 越南派出了其最大的海警船7011号,试图对中国海警4303船进行围追堵截,双方的距离一度接近到几乎可能发生碰撞的程度。 在之前派出多艘渔政船试图对抗中国海警船未果后,越南再次调动了其目前装备的最大一艘海警船,这是一艘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全长超过90米的CSB7011号大型海警船。 它的目标是对中国海警4303船进行跟踪干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警4303船的吨位仅为2500吨。 在与强大的对手面对面的情况下,中国海警4303船秉承了刺刀剑红的战斗精神,与越南海警7011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追逐与对峙。 这场海上的角逐展现了中国海警4303船的坚毅与决绝。 根据越南有关部门绘制的航线轨迹图,中国海警4303船被标记为灰色,而越南海警7011船则为蓝色。 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这场海上对决的清晰视图。 视频记录显示,中国海警船首先从后方迅速靠近越南海警船,然后在约200米的距离上直接向右转,两艘船只差点发生碰撞。 这是双方船只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紧接着,越南海警船蓝色试图从后方重新追上中国海警船。 然而,就在他即将追上的时候,中国海警船再次猛然向右转,成功地阻挡了越南海警船的前进路线。 经过了一次近距离的交锋,越南海警船显然已经了解了中国海警船的战术。 这次,他们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迅速向左转,试图避免再次接触。 然而,中国海警船灰色立刻调转航向,再次追赶越南海警船。 此后,越南海警船再也没有回头,一路向东,成功地脱离了接触,而中国海警船也结束了这场激烈的追逐,坚定地保持在其后方,展示了他们绝不妥协的态度。 昨天晚些时候,中国的向杨洪十号科考船已经从所在海域撤离。 在此次科研任务中,向杨洪十号及其护航船队对万安滩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曾一度靠近在该海域非法开采天然气的越南钻井平台。 目前,中越两国的海警部队仍在万安滩海域中持续对峙,尚未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场冲突何时能够结束。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这片海域的海洋力量将越来越强大,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无人能够将其夺走。 万安滩海域的中越对峙背后的原因已经浮出水面。 根据一份今年4月28日签发的越南政府内部文件,越南政府已授权其交通部从今年5月开始在南海万安滩海域的05-01A区块进行新一轮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然而,05-01A区块位于中国南海九段线内部,越南的这一行动直接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相关规定。 因此,中国海警的现场执法行动是完全合理和合法的。 这份越南政府文件中记录了一项关键信息,今年5月4日至8日,越南交通部将PVG0V钻井平台移至DHN-4X油井进行钻探。 该油井位于北纬8.438度,东京108.636度,这个位置恰好在中国的九段线内。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国派出向杨红10号科考船、海警5305和4303船以及7艘渔船于5月8日进入南海。 他们在5月10日靠近越南在万安滩非法进行油气勘探的区域,阻止并记录下越南的非法行为。 此举引发了紧张局势,越南迅速派出了目前最大的海警船7011船和5艘渔舟船与中国海警船对峙,现场一度出现双方交锋的情况。 事实上,早在2002年,越南已经联合俄罗斯和印度在万安滩水域建立了两座油气开采平台,西兰Lante和红兰Landu。 这两个平台每年共产出2000万吨石油和400亿立方米天然气,满足了越南约40%的能源需求。 这两个平台都位于九段线内的万安滩06亿区块。 这个区块是万安滩海域油气储量最丰富的区块,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然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在2002年之后禁止南海各国新建钻井平台。 因此,至今中国在万安滩海域尚未建立自己的钻井平台。 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对万安滩海域的主权。 对于越南任何仕途在万安滩海域进行新的非法开采行为的举动,中国都将坚决反制。